- 羨慕的 - 開始止嗎? - 嗯 - 來 9.5代 開始了 各位粉絲團的車友們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是經常在我們KT的版面出現的CIVIC 9代 那CIVIC 8代、9代 其實工廠安裝的數量不算多 因為我們北區的話 業務、業大俠它就是開CIVIC 8代、9代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北區裡面安裝 那當然中部的話 我們的飛魚底盤紀元 或者是南部在台南的 應該是慶豐輪胎吧 的小溫師傅 他自己開的車也是CIVIC 8代 所以8代、9代的話 還蠻受到車友們歡迎 那今天車主本來就已經安裝了 其他品牌的改裝便利 但是安裝很久了 所以損壞 那試乘之後就有決定要改裝KT的道路版 那剛好今天禮拜二嘛 禮拜二的早上現在這一部 下午的話 一點也有另外一個CIVIC 9代的車友 所以今天很恰巧都是安裝CIVIC 9代 那這一台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那拆下來的避震器我就比較不知道這是什麼品牌 但也用一段時間了啦 所以就有一點這個後筒生漏油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一般道路版本 那車主說已經用了大概幾年了 所以品質應該還不錯 但主尼油如果有漏油就會衍生有異音的狀況 這個是單筒很明顯的一個狀況 但原廠的話 我有猜過 在Youtube裡面如果搜尋一下的話 可以看到一支影片 那一台應該是納智傑的U7 它原廠的避震器已經完全失效 可是外觀沒有像這樣漏油的油漬 所以從外觀來判斷看看避震器是不是損壞 其實並不是很準確的一個判斷方式 可是如果漏油到這麼嚴重 那代表它一定會衍生其他的異音狀況 那乘坐的感覺應該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漏油的話是可以稍微做判斷 但單筒的避震器有一個狀況 KT的也是單筒 如果漏油的話它不會有 不會有一點點的油漬 它如果漏油的話就會像類似這樣子 因為它上部的話就有一個NOK的油封 那個油封的話萬一啦 萬一久了 那有損壞的話烈化的話 它就會從油封裡面滲油 所以它漏油的狀況通常就會像這樣子 這個不代表它的品質不好 是它單筒的話漏油的外觀 大概就會像這樣子 那如果上方有一點點油漬的話 那是不是漏油 那基本上的話都不是 漏油的話大概就會像這樣子 會有很大攤的油漬 漏油漏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好像上上禮拜 有解剖避震器有做一個解說 它單筒式的避震器 在上三分之二處都是主漏油 下三分之一處是填充高壓的氮氣 所以如果主漏油漏完之後 它接下來就會跑空氣進去 所以油氣混合之後 就會有咕咕咕的硬硬的狀況 所以漏油就代表 避震器可以維修甚至可以做更換 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KT已經安裝上車的樣子 這台車如果道路板的話 前方我們配置的是燈籠狀的彈簧 後方的話是配置大概175場左右 6公斤的規格 也就是說道路板的彈簧公斤數 前面7公斤後面是6公斤 那最近的話有好幾個車友 像是昨天 昨天好像是BMW F45的車友 他們都有 都說有看過經理的直播 那我們其實 都有不同的車款 也有不同的避震器安裝的形式 有道路板 有經濟板 甚至有氣壓式的避震器 KT都有 那如果有安裝 又加上剛好有空檔的話 都會開個直播 跟車友們來做分享 那如果車友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都很歡迎在線上的話 再跟我們做詢問 那因為如果有問題 我們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這台車它的後方 基本上的零件 是跟CIVIC 8代都公用 可是它的原廠彈簧 這個局部零件上部的話 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CIVIC 8代的話 這個上方會有一個大型的橡皮 但9代的話 上方跟下方都是一個小橡皮 所以8代跟9代 這個局部的話 原廠的是不太一樣 但這個 這裡的話 仰角 車主的話概念也很棒 它要改仰角調整器 這個仰角調整器 8代跟9代的零件 就是共用的 所以有一些地方 小地方是不太一樣 但大部分的話架構都是一樣 像CIVIC 8代 它前方的避震器的離載串 固定點是坐在三角架上面 但9代的話 它就改到在避震器的上方 所以固定的形式不太一樣 好 那這台車的 一樣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每次經理的話 大概都會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像這一個的彈簧 它的自由長度 自由長度代表的是 它彈簧 還沒有受到任何壓縮的一個長度 都叫自由長度 這一條彈簧的自由長度 是175mm 所以我們現在 裝在車上的時候的 希望的長度 大概就會175mm 減掉大概5mm 所以我們現在把尺 現在輪胎是騰空的 輪胎是拆下來 這個後肘的話是騰空的 它的長度大概170mm 彈簧會稍微預壓縮 5mm 不是5公分 5公分這台車後面沒辦法坐人 5mm而已 所以這個長度就是 大概剛剛好的一個預載的長度 千萬啊 這台車千萬不要預載過多了 好 那這個是後方的產廠 上方這一個就是在調整車高的 這裡有一個Hiro key 這個銀色的托盤 這個地方是在調整車高 後方的桶身 這個桶身 它沒辦法調整車高 這一個就是再來做 剛剛經理所說的 預載的部分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台車 它後方的話是多連桿的 如果車高降下來之後 後輪的角度啊 來就會有點趴 但這台車因為原來車主 是希望它的車高 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剛剛來的時候 大概只有剩下半指幅 但這一個的ET值 還有J數比較大 ET值比較小 所以輪胎很外擴 那降到大概半指幅的時候 如果沒有做角度的話 它的輪胎就可能會跟這個地方做干涉 所以不得已啊 要靠仰角調整器把這個角度做爬 但這樣有很兩難的地方 雖然輪胎的外側不會磨到葉子板 可是它的內側 來我們把鏡頭拉近一下 這個就是Camber 這邊磨耗的比較快 這邊磨耗的比較慢 所以它的角度啊 幅度的話就太大了 所以這個有改仰角調整器 但是因為要遷就於車高 跟鋁圈的規格不磨到 所以只好啊 把Camber的角度做爬一點點 這個是不得已的做法之下 會做的一個角度設定 那當然啦 如果為了輪胎的壽命 為了整體的行駛感的話 會建議啦 輪胎選擇的規格 或者是鋁圈的J速 甚至是ET值啊 我們把它選擇的比較內縮一點點 它的車高才有辦法降得比較低 那當然車高降低之後 還有一個要改裝的東西 就是仰角調整器 它才有辦法把這個角度 再把它做正一點點 那有很多的車友會詢問的 像前幾天有FIT的車主 上個禮拜五我們是裝FIT嘛 有FIT的車主有詢問說 那我的車在改裝避震器的時候 需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就跟這個一樣 但FIT啦 或者是SWIFT啦 TIDA 這些後懸吊系統啊 都是拖一臂的系統 這些懸吊系統 後方是沒有辦法加裝仰角調整器的 所以不同的車款 有不同的一個設定 但我們再講寬一點點 講Toyota最新的TNGA底盤 TNGA的底盤 它的後走的話通常 因為TNGA就是整個大提升嘛 所以後走的話通常 像這樣懸吊系統一樣 是走多連桿的 但是TNGA的COROLA CROSS 它的後方又是走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如果車主啊 想要詢問看看自己的車 在改裝避震器之後 需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都很歡迎問我們小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車 後方的 這個阻尼調整是在內部 你已經蓋上去了 好 八代跟九代它調整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內飾坦 所以內飾坦稍微掀開之後 來這個拍得到嗎 拍不到 OK OK 好 在右上角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可以調整阻尼的地方 好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方 前方的話有一個狀況 CIVIC八代 如果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CIVIC的八代跟九代 它的上座位置 是在前擋玻璃的下方 也就是說如果常常下雨 或者是車子比較常停室外的話 它的上座就在前擋玻璃下方 所以上座比較容易會生鏽 或者是積水之類的 所以這個上座會建議 如果日後有保養的話 可以噴塗一點黃油 讓它的上座的收縁更長一點點 阻尼的調整這台車也很方便 這裡有一個維修孔 我們把微袖孔打開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了 很方便 這個等一下再麻煩做一下 那個防袖 塗一下防袖 然後測除的話前面改了多塞卡鉗 後方的話是改加大碟 所以這個整個底盤的設定都相當的不錯 那離載串的部分 九代它是固定在避震器上方的 其實九代的離載串 一般來說我們離載串 有分三個方向 一個像這個離載 這一支叫離載串 這一支的話它是同方向 可是九代的話它除了同方向之外 它有一點點的角度 所以它有角度之後的離載串 就需要分左右邊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話要特別注意 那有的離載串是這個方向 有的這個方向 像是Golf的五代六代七代的話 它就是呈現不同的方向 所以之前也有講到過 如果Golf的話 或者是這台車改裝之後 要換離載串的話 它的離載串的長度會縮短 可是縮短之後 我們在轉方向盤 左時點跟右時點的角度 它可能會做得比較大 那如果這個角度大過於離載串 球頭的角度的話 就會造成離載串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後來我大概2016年底 就把這台車的一個設定改成 需要沿用原廠離載串 它的壽命就變長很多 那比較早期的話 我是做需要改離載串的 它的離載串的壽命相對就會短一點點 但這樣的設計的確會比較好一點點 而且它的離載串角度 是有一個角度的 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日後要替換離載串的時候 記得這個原廠離載串 9代的它是有分左右邊 它有一點點角度不同 一般的車主的話可能不太了解 那這個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反正這裡的所有的零件 就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上方這條彈簧需要來特寫一下 因為這條彈簧 它的圈徑比較大 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彈簧的一個行程 也會做得比較長一點點 當然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今天早上的酒袋 大概簡單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下午的酒袋 一樣有空檔的話 可能還是會開個直播 就跟車友們來做分享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